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霸 最近我發現我要開箱的東西都跟聲音有關 上次我開箱的東西是鼓傳導耳機 那個真心超好用 請大家來看我的影片 那今天我要開箱的是 所有YouTuber都應該要準備一組的 大名鼎鼎的YETI雪怪 那這一次我一共入手了兩組 一組是YETI雪怪 大雪怪 另外一組是YETI NANO 小雪怪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接著繼續開箱吧 Let's go Let's go 好 我們直接來開箱吧 那今天就是一次開箱這兩款 一個是YETI NANO 一個是YETI 那大家可以認名 薩摩亞商施邁特正版經銷商 那這個是台灣的正式代理販售的 那有保護 小雪怪一樣也是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包裝 其實都長得很漂亮 上面有很多雪怪的圖案 因為它顧名思義它就是雪怪嘛 那一個是比較大的YETI 另外一個是比較小的YETI NANO 光我這樣拿包裝盒 它的重量就少了一半了 我們看一下它裡面的配件有什麼東西 說明書 YETI 這個重量 這個分量 好 YETI 的配件很簡單 就是 YETI 的本體 USB傳輸線 介面是 MINI USB 使用說明書 非常簡單 那接下來我們來繼續開箱 YETI NANO 好 YETI NANO 的配件也就更簡單了 YETI NANO 的本體 然後一顆螺絲 那再來是它的使用說明書 一條USB傳輸線 規格是 MICROSB 外觀相當的復古 看起來就是很專業導向 全機的機身都是金屬 連底座都是金屬材質的 相當的沉穩紮實 那拿起來很重 重的原因是因為可以避免晃動震動收到雜音 大的是YETI 雪怪 這是最多人使用的 我選的YETI 是白色的 因為是雪怪嘛 所以就要白色的 那小的 則是新推出的YETI NANO 那重量大小都只有一半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這兩隻的外型 底座腳架上面是可以旋轉的 你可以去調整你想要的方向 它的背後有兩個旋鈕 第一個是爭議 下面這個地方是可以調整它的收音模式 那一共有四種 那有哪四種呢 第一種是立體聲收音 如果你是訪談型的節目 或者是活動類場合 演奏型 歌唱型的YouTuber 就比較適合這一種 那它收音的範圍 就是從正面的180度全部收進去 那第二種是全向收音 這個會360度收進來 比較適合會議式這種 擺在桌子中間 大家講話都會收進來 第三種是新型模式 也就是一般的YouTuber直播主主持人 比較常用的單人模式 它就是正面的大概75度左右 對著單一方向來收 那其他地方就不收 第四種則是訪談模式 兩側不收 只收前後 不過兩個人就要面對面這樣做著 那範圍則是正面45度 背面45度 所以你要注意你坐的位置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Yeti Nano Yeti Nano它的外型一樣也是很復古 很精緻 那一樣是全金屬的機身造型 不過它的按鍵啊 會比較簡單一點 正面只有一個按鈕跟旋鈕 它是二合一的 轉動的話可以調整你的監聽耳機的音量 按一下會到靜音 就是把麥克風的聲音關掉 那背面就是選擇模式 然後如果你要切換模式的話就是按這個 那它的收音模式啊 只有兩種 第一個是心形 第二個是全項會議 好接下來我們來進行實測 為什麼很多直播主 廣播節目主持人會選擇雪怪呢 那我先讓你聽聽看差異 那接下來請一定要戴上耳機 或用好一點的喇叭 那至少是雙聲道的喇叭才能聽出差異 從剛剛開始開箱到現在為止 我都是用原本相機上面的Rode VideoMic Pro 那接下來我要切換到Yeti 好大家聽聽看這個Yeti的聲音有沒有差異 我想應該是差非常的多 那你會聽明顯的感受到這個空間感 以及它的距離感是不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要切換到Yeti Nano 那大家也聽聽看Yeti Nano的聲音表現有什麼差異 那我現在切到Yeti Nano 那大家也可以聽聽看 跟剛剛的Yeti以及Rode VideoMic Pro 它有什麼樣的聲音的差異 接下來我再把這個收音的模式 再切回去Rode VideoMic 大家再聽聽看目前的差異 那現在是Rode VideoMic 那大家聽聽看現在聲音的差異 那待會我再切回到Yeti 好現在又再把聲音切回到Yeti 那大家可以聽聽看現在的聲音表現 跟剛剛的Rode VideoMic Pro 有沒有什麼聲音上的差異 應該是差非常多 你切到Yeti的時候你就會明顯感覺到聲音的品質是不一樣的 那純淨度也不一樣 有一種我好像正在空中跟你做心靈交流的感覺 難怪很多YouTuber都直接跳過來買這個等級 真的是差太多了 不過Yeti是一種電容式的麥克風 它非常的靈敏 像我這樣子摸桌子 碰一下麥克風 它都會透過桌子啊 傳遞到這個腳架 它任何聲音都會聽得到 像我們自己在錄直播啦 或者是在拍攝影片啊 基本上很難不碰到桌子 那怎麼辦呢?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Blue Time有推出兩個配件 第一個是它的減震架 那第二個就是我一開始在開箱的時候 就有拿出來的這個支架 好那接下來讓我來把它裝起來 這是Blue Time原廠出的這個麥克風支架 採用夾式的方式把它鎖在桌子上 背後有一個理線槽 這個減震架是另外架構 把別體鎖在背後上面之後 它這邊是採用懸掛的方式 透過這邊的吊繩 所以你的麥克風啊 在經過任何的震動 都會透過減震設計 把這些震動的聲音通通吸收掉 支架是採用油壓的形式 好你要用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拉下來 然後它會固定著 你不用的時候把它放回去 那也不會影響你的拍攝 所以我覺得這個支架啊 如果你買這支麥克風 真的是必買 需要用的時候把它拉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進行收音 不用的時候把它推回去 然後再搭配這個減震支架 好影片最後來總結一下 這兩支麥克風的重點 Yeti大雪怪真的是比較大 沉穩扎實 然後也攜帶不方便 不過它的收音模式有四種 Yeti Nano的體積雖然比較小 重量也只有一半 按鈕跟模式都只有兩種 兩支的聲音我覺得差不多 不知道你聽起來覺得感覺怎麼樣 這支雪怪比較是我的菜 因為它所有的按鍵跟開關都比較直覺 都在機身上面 我可以直接去切換 我不用特地開軟體去設定它 那Yeti Nano它就需要專用的軟體 不過設置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你大部分也都是用固定的一台電腦去編修 也只要設定一次就好 我個人是比較偏愛Yeti大雪怪 比較直覺 好以上就是這兩支麥克風 Blue Yeti跟Blue Yeti Nano的測試報告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分享、開鈴鐺 掰掰 Bye 那 как的隔壁 不會 Здесь需要喝喝嗎? 2 3 6 感谢观看